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其实说到恐龙很多人都会想到巨大这个词 在小时候却喜欢看蓝猫淘气三千问 因为其中的猪狗鸡皮小编很是喜欢 那里面可以看很多现在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恐龙可以那么大人却不行 有人说环境中氧气含量高决定恐龙体积的大小 说恐龙生存的年代的确可以说是巨人的时代 但是科学家表示环境中氧气含量高低 并不能决定恐龙体积的大小 但是高下的呼吸系统可能是促进恐龙大进化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恐龙尚未灭绝 现今的鸟类就是恐龙的后代 我们长治的禽类家计就属于一类瘦角类恐龙 如果氧气含量高了 恐龙这类脊椎动物体型就大 那我们为什么不在高氧环境下养鸡呢 实际上就脊椎动物而言 呼吸系统对于空气中养鸡的利用模式是非常主动的 其中尤其是以现在的鸟类为生 鸟类相对于其他的脊椎动物 有一个独特的呼吸系统 叫做双重呼吸系统 而这种神一样的呼吸系统在恐龙里面同样存在 看到最后小编还要说 其实有些恐龙能长这么大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它们很能长